嗨 嗨 嗨 可以嗎 好緊張 幹嘛緊張 大家三立的工作朋友 各位媒體 三立的長官 還有曾經看著我長大的三立夥伴們 大家好 我是吳康仁 耶 歡迎吳康仁 好 吳康仁這次加入了我們的這個週五華劇 那這是一個大家非常關注的事情 從你做了這樣的決定之後 那當然你這個很多現在線上大家對你感覺啊 你算是這個藝人界自己的品牌 做出很好口味的一個超級的典型 是的 你是很想講更多 我當然對 但是他們一直跟我講說 你可以讓我不要那麼尷尬嗎 你都不會啊 那你如果講你自己的事為什麼要尷尬 那不然問一個比較那個的問題好了 就你做了接演極品絕肯 這個決定花了多少時間 我沒有看去人不見了 真的 那理由跟原因是 理由是 其實我去年在拿金鐘獎的時候 就有這個想法 當晚 當晚咧 當晚在 我記得在公司參訓的時候 有個記者問我說 當然你拿了獎 去年拿一個獎 前年拿一個 今年又拿一個獎 我說我很幸運 但我覺得 他說你接下來會怎麼做 我說 去年我上去 去年我上去 但那時候我沒有想到說會這麼快 真的 然後我們就當年了 剛剛好 真的是剛剛好 我覺得就是 都被人打電話的人 一個機運 一切都是一個機運 然後 剛好 三立長官覺得 OK 不嫌棄 對對對 然後 剛好 有很不錯的導演 那像我也 我也在接演之前的去年 有跟他合作過 是 就是 很好玩 所以我就想說 可以 但有一些是蠻拖操的 就是 並沒有那麼順利 對對對 其實在去年 可能就要開拍了 但是 有一些可能 我們在三立位 要更好 因為我跟他們 我說我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修改一本 一直看 給我看 可是 其實跟劇本 沒什麼關係 最好 最主要是因為時間點對了 那我們就 就來了 真的 對 其實對三立的觀眾來說 您算是一個 再回來這個地方 被他們 再一次參見 你之前你的花拓也 在你的下一站幸福當中 我相信他一定是 你的身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代表 就是第一部戲 對啊 因為 大哥是可能 我第一部戲 就幫我們拍舉照 所以 我回三立 一直以來 會有我的熟悉的感覺 因為像你 像很多夥伴們 都是從以前 就在三立 打拼到現在 所以 大家看到 真的有一個 我看到家人一樣 家人是 謝家健粉絲的名字 比較喜歡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 謝謝 謝家健的粉絲叫家人 喔 有有 剛剛在外面的粉絲 有叫他 有叫他對不對 然後 他叫利昂 沒有昂人這種東西 就是昂昂 你對旁邊的利昂有什麼想法 我今天第一次見 對 第一次見 剛剛 剛見面要跟我握手 我說我手上很多髮膠 我在 呃 對不起我都髮膠 我說沒關係 沒關係 他就 呃 因為 都有髮膠 對啊 我胖子就是這麼客氣的人 然後他那個當下 剛剛那一段就是他自己原影重現 然後就是實景重播 我沒有任何的那個加油輸出 那像遇到那種比你高的人 跟你對自己你會生氣嗎 生氣 會啊 其實沒有吧 男主角都是絕對要不可以說話一話 不會 我還希望有機會可以跟家健聯繫 之前也沒有機會 但後來就沒有 那我覺得就是 時間還很長 對 緣分 早晚 因為都是很優秀的 我覺得三位都是大家現在心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種這個主角的典型 那所以希望未來在這個全新戲劇 推出的時候 一起為黃金加油 然後一起讓那個觀眾得到最大的幸福 好不好 這是你們三個非常羞翁責任 那為了讓大家有幸福感啊 你知道我們就是不能免費了 安排了一個類似婚禮的住相 跟他的活動 武漢先生 就是一直要 我們最好 就是想盡辦法讓你有一種就是 尷尬的榮耀這樣子 然後那裡有一種困窘的那種 我剛剛坐港行車的時候 已經就是在裡面就是 我剛才剛在進展那個 我們在裡面有三個人 他們一直都跟我說 嘿我出去透氣一下 他說我有優病症 空間優病症的 房間秘密就很大 我們現場就拿到一巴掌市 對 接下來 把太太太太 你那個在那裡